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讲的是定义说明 那大家同学知不知什么叫做说明明的目的呢? 说明明是为了解说事物 讲明是理,吸毒者获得知识 对了 那为了有效地讲解事物和事理 我们在写作说明明的时候 需要运用到什么说明的方法 说明的方法有很多种的 今天我们先学习定义说明 那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定义说明呢? 定义说明就是把事物或者事理下一个定义 就是指作者用简明准确的言语 例如指出事物或事理的特性和特点 定义说明一般表达的方式就是某某是什么呀? 例如什么是耳人法呢? 为了让读者清楚了解其意思 我们可以用定义说明 耳人法就是把物比意为人的一种修持手法 这个就是耳人法的定义啦 在装脚膜恐加的生物之间的微妙关系节目中 作者有没有运用了定义说明方法呢? 是有的 在第二点钟 作者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事理 这个就是 心态平衡啦 一般读者可能听过这个专有名词 但对其意义却不太了解 所以我们作者就必须为这个名词下定义啦 他们指生物和非生物之间互相的种种作用 但对于一种相对平衡的平衡的平衡状态 科学上做的生态平衡 那作者在这里下了一个定义说明啦 有什么作用呢? 那作者在这里简介的文字 指出生态平衡的认语 就要使读者简单直接获得这个词语的意思 有助你的下文的意思 如果作者在这里只提出生态平衡一次 而不作定义说明一般读者可能难以理解 产生疑难 甚至会迫害他们读下他的兴趣 会失去了写作说明名的兴趣啦 我们用定义说明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通常为文章主要说明的对象下了定义 我们要了解其性质和特点 其次我们要运用精简简易准确的文字啦 这个才会让读者容易理解 此外 定义说明通常都会是在文章较前的部分 如上文的例子中的文章的第二段 即使用可以令读者组对说明的对象有所认识 排除以难 也有助理解 下文的意思 来到最后 大家可以组一组织练习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